国台办主任宋涛 他的这番话来听听 他说 当前两岸关系正在面临着和平与战争 繁荣与衰退的两条路 两种前景的选择 希望大家能够以对历史 对同胞负责的态度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那么他也特别谈到的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大陆方面 非常积极的努力的正在发展 包括推动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还要再更加的优化 还要升级 然后不仅是推动一带一路 还有RCEP 还在持续的什么 让他的效益更加的扩大 因为看到呢 确实是从启动开始 实施了以后呢 的确有好的成效 所以呢就特别也就是 跟台湾方面的企业界啦 台湾方面的人士就说 其实台湾是可以一起共同来参与的 但是呢 但是 好他说了这么多 大家听到了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哇 一听到这个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马上民进党政府就一定要 压起来 这个汉庭 你看 因为呢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就有媒体呢 就马上就有记者 那当然这个记者就来分析了 说他有访问国安高层 就特别就说到说 你看哦 你看哦 这个其实都是大陆的一种什么 一种招数 因为 什么动不动就要讲和平与战争的话 那个是大陆要的 他们现在就是在介入台湾的选举 他们有两个主旋律 主旋律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叫核战抉择论 另外还有个次旋律 那就是中国好故事 要把中国故事好好说出来 好让台湾人能够更加的心动 然后用了很多的方法 甚至还有提到说 你看他们现在介入选举 还找了一些公关公司 他们也会来操作民调 那但是重点在这 什么核战抉择论 特别哦 国安高层还说 那个是中方的专有名词 汉廷你怎么解读 现在目前这样的一种分析报道呢 御用记者访问所谓国安高层 做出独家幕后报道 这就是民进党标准的认知作战 对吧 他说哎呀 这个都是大陆讲的 核战抉择 台湾没有人在讲核战抉择 台湾就是问战争与和平的投票 对不对 然后ET Today 同样是ET Today自己做的民调 就陶本和这家这个记者的公司 ET Today自己做民调 在问说大家觉得 明年投票是不是和平与战争 将近六成人都觉得是啊 六成人也担心说 明年投票会打 明年会打仗啊 对啊 ET Today也有做民调 对啊 然后ET Today也是将近六成 都希望政党轮替啊 好不好 所以根本是自打脸好不好 国安高层赶快就把ET Today 通通都抓起来 配合中共嘛 依照国安人士的想法 那第二个就说 哎呀 这个大陆要讲中国好故事 那不然大陆要自己讲中国坏故事吗 这有什么问题 那你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的认知作战 就是干嘛 就是告诉大家 没有和平战争 然后呢 民进党要讲中国坏故事 这就是民进党 在台湾进行的认知作战 如果我们去看这则报导 它里面说 这个所谓大陆啊 透过一个频道 一个社群呢 然后来台湾散播 这个频道啊 叫做平海关岛 你有从来没听过 我找了一下 平海关岛 高层还说 这个东西在台湾来散播 传播讯息 而且他上一次更新 已经是一年前了 这到底是什么 国安单位啊 台湾有这种国安单位 哇那大陆要笑死了 要开心死了 对吧 你们到底在守护个屁的国安啊 这很烂的 还是要多多的按赞订阅我们 头条开奖 跟侯汉庆的YouTube的频道 谢谢 掌声鼓励 说得太好了 来 津平 所以现在你看啊 这个国安高层动起来 那不断的在强调说 大陆方面就是介入台湾的选举 大陆现在做的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统战 都是它背后有阴谋的啦 所以包括要怎么样介入选举呢 还说这里哈 是不是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 推出台胞返乡优惠机票 这个就是叫你回去投票的 这个叫做介入选举啊 陆委会就强调说 你必须要符合市场商业机制 以及相关法令 说了等于没说啊 但问题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看到了 现在大家都想要好好的拼经济 地方政府动起来 台商也很想要好好的拼经济 所以现在刚才我们所说到 大陆国台办 积极地在会见台湾方面的代表 那因此最近我们就看到地方首长 真的是前仆后继啊 我就说我们这个苗栗县长 中东景中县长啊 他真的很勤快 他今年不知道已经跑了几趟了 上次还在湖北见到他 现在又说他去访问哪里呢 又要去什么 广东还有去上海 去签订合作计划 哇大家都这么拼了 然后呢 大陆方面也非常的善意的回应了 不好吗 结果现在民进党还要干嘛 还要在那里说 你小心被统战啊 小心这个都是阴谋啊 那你要不就是想办法 让农产品都能够好好的卖出去 不就得了吗 把上个世纪的这个小心匪谍 就在你身边的这种戒严的恐怖主义 哪来去威胁台湾的民众 现在是民进党当到热死不疲的方式 我建议汉庭不要再教他们了 再教下去我跟你讲 他以后也会用这一招 对付所有的这个台湾的网路的自媒体 那包括我们中天和头条开讲 是一定这个流量最高 观看人数也是最多 他就用数位发展部 数发部定出一些有了没有的条文 然后用国家安全认知作战 用这种方式 你看你看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只要他继续当权连任 换赖清德就用这种方式来操 用这种操作 然后也从此操反对这个他们的人 所以这种认知作战 好笑的在哪里 他说把那个辉达的创办人 那个CEO黄仁勋在台湾这个逛夜市 这是人家的生活一部分 然后他就拿来说 大度就要炮制说 这边世界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之一都在台湾 那当然了台湾 刚刚我们节目讲了 台湾有多少的产能在这里 晶片然后什么 多少的这样一个 企业相关领导人 不是连裴洛西都来了 更何况黄仁勋不能来吗 来这边是在西中平常 这就是生活嘛 你讲到黄仁勋 其实他们特别还谈到说什么 说你看啊 说什么台湾叫危险 黄仁勋都来台湾 他还要继续的投资台湾 怎么会有危险呢 所以这个不是他们要塑造出来 你说表示我们现在是台湾歌舞生平 那当然啦 你们知道台湾人的这个任性啊 马照跑舞照跳 那个时候要选举了 赖清德的金孙就跑回来了 但是等到真的像尾巴战争打起来的时候 纳坦雅吴的儿子在美国 死不肯回以色列一样 你打仗的时候赖清德 你的金孙会跑回来 让你抱一抱 含一弄孙吗 不会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小伙伤 小伙伤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